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吉凤波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和《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细抗益》、《平经济》、《反滥炒》 就是我们的种子 好了 说到 拼经济 魔众刚刚 昨天 说了一件事 我向全国人民保证 2021年 预算确保澳洲经济 伟大复苏 他就说 与19来集的时间相比 澳洲现在的就业率 更加高 信心 消费者信心 也达到10年最高水平 吹嘘的反应 很厉害 政府的经济计划成绩飞燃 我相信 我们可以支持每一个澳洲同胞 也支持大家 令到我们国家走出疫情 他继续说 我们必须坚持 执行 我们的财政计划 不可以令到他受到威胁 也不可以改变计划 入祈祷 摩仲吹嘘得很厉害 说了自己的风工伟绩 他就说 不用担心 我们 经济很快搞定 越来越好 现在已经看到成效了 他就说 我们花了2670亿澳币 在卫生 和 经济预算当中 是支持什么呢 支持我们Jockkeeper 楼积补贴 和小企业 现金楼 都得到支持 所以 我们有信心 一定会 大大复苏 其实是不是这样呢 专家就 很不好意思地淋了他一盘冷水 大家知道 Jockkeeper 其实也是没有了 随着政府的安全网 就是刚才所说的 19 疫情的 经济补贴 没有了 安全网没有了 其实 很多地方 虽然我们之前说过 澳洲整体 是贸易上差的 因为现在 铁矿石价格 是到了历史高位 所以看上去整条数 看上去 是OK的出口 但是 其实 是牺牲了很多 叫做 零售业 酒店业 和餐厅 我们经常说过 墨尔本市区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专家说 墨尔本市区 将来六个星期 就会首当其冲 有大量的企业倒闭和破产 为了帮助 这些企业到过所谓的难关 其实澳洲税务局 ATO 当时暂停了一年的 税务追讨 但是 报道就说 税务怎么会放过你 3月份开始 已经 搞事了老板 开始追讨 企业 债务 一家 行内的 信贷机构 就预测 未来几个月 进入清算的企业数目 将会激增 债务追讨 就是其中一个 原因 借泰分析师说 接下来 12个月内 全澳洲 最多可能有40万家企业 是破产的 而且 墨尔本市区 墨尔本市区 预计成为 重灾区受到最大的打击 一些企业 根本不可能撑到6月30日 财政年结束 澳洲餐馆 和餐饮协会 首席执行官 Rats Lamber 其实他就说 虽然 餐馆和咖啡馆 的整体消费 已经恢复 到七七八八 但是墨尔本 City 市区 却 远远被抛低 真是麻烦 事实上我们之前也说过 因为他现在 也有人在家工作 所以回到office的人 少了 你少一杯咖啡 一间企业少几杯 你少少就很多了 所以有些咖啡馆 餐馆也是捱不住的 甚至有些开了几十年的老店 亦都要say you now 跟你say goodbye 就跟你说再见了 没办法 还有很多企业在 4月中旬 就领取了最后一笔的Jockkeeper 就是补贴 但是 到财政结束的时候 这笔补贴 就取消了 后果就显然意见了 3月和4月上半月 澳洲各地破产的企业 仍然 不断增长 根据澳洲安全和投资协会的纪录显示 3月份 和4月前两周 全澳洲 就有 578家旗破产 其实 居然一样 就是 低于上一年同期 因为今年 稍微恢复了 不过也是 得益于政府的补贴 所以 数字也不是十分难看 但是 补贴过去 其实 2月份 破产的企业全面增加了 78% 3月份就增加了31% 其实 销售业的破产率 更加厉害 就是增加了64% 而服务业 住宿 和食品服务业 也增加了51% 所以接下来 12个月 有30-40万家 企业破产 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没有了政府干预 这个Jogkeeper 没有了 税局又要追债 两重打击 所以 税局的发言人也说 没办法 缴纳税务的公司 应该跟税局沟通 税局很愿意提供帮助和协助 对吗 遲小小幻 或者分歧 我就 还有 大家也提到税局 因为大家都怕税局 所以 现在的骗子很聪明 就是扮税局 现在 澳洲税局 也是出了一个警告给全澳洲市民 或者公民 就说 千万要小心一件事 来自澳洲税局的假email 税局 就说 现在敦促所有澳洲人 一定要采取额外谨慎的态度 因为很多 来自 税局的email 就扮得 好像关怀鼻子 只要你一点进去 而且验证自己的身份 你就麻烦了 所以 千万不要点任何的链接 那些链接就不要搞了 也不要提供 任何 对方要你的私人 资料 那些 点击进去的假链接 受骗的人士 他就一定会要求你提供个人资料 税局就说 每一次 税局向用户 发email的时候 用户 都会收到短讯 短讯都会通知你的 即是双重认证的 税局的 助理专员 叫做Ben Forster 他就说 税局发信的讯息 绝对不会附带 登陆税局帐户的连接 记住这件事 如果税局必须 带给你 你就要小心 这种新型的 网络钓鱼骗局 也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之一 如果 要求客户 点击入链接 就是链接 而且还要写自己 的个人资料 也要小心 还有 他有时候 他写了个人资料 他就会显示 你的诈骗是错 就是 拼写是错 你再输一次 你就糟糕了 Foster先生 他就说 在财政年结束前的 几个星期 税局预计 会更加多人 试图 撤取澳洲人的 个人资料 所以 我们税局 督促大家 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还有 他还证实 其实 这个骗局 就是为了 偷取 用户的个人讯息 而不是 获取应用程式 或者网站上的 实时讯息 澳洲福利部门的总经理 Han Jorgen 他警告 各位澳洲人 骗局 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经济不好 当然 这些偷骗诡骗 一定是多了 经济不好 是吧 所以 他就说 如果你打开 一封看起来 好像很有 可疑性的email 就劝了 千万不要 点击任何连接 这条link 也不要打开任何附件 更加不好回复 梅度的新闻集团也说 如果 已经向骗子提供 个人 账户登陆讯息的话 就请你立即改密码 如果洩漏了 银行信息 就请 立即联系相关的开户银行 会不会太迟呢 说句老实话 真心地说会太迟 不过现在就是这样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 你一输入你的密码 和个人资料 那一刻 你已经 糟糕了 已经坏了 是的 真的 现在的 骗徒 真是很厉害的 甚至 他很厉害的 那些人 是知道你真名的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 大家要小心 小心再小心 就最好了 还有家中有老人家的话 更加要小心 我们之前也说过 其实也有 老人家被骗过 骗了整副棺材本 让他那些孙子和室都不敢跟他说 因为怕他受不了 大半辈子卖楼 得回来的钱 一夜之间清零 对于一些 辛勤劳动的人来说 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 我只劝大家 有老人家的话 你最好 就问 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什么不对劲的信息 或者电话 多点关心 骗案 就会少一点 还有另外一件事 除了这些伴随局 另外一件事就是 贪心应该是很容易被骗的 中国人老的那些 是否叫言语 也是对的 还有那些叫 老话 贪自得过贫 其实我也一直记住 因为 贪的人往往 就是会放下自己的戒比心 最后 也是 很容易成为人家 口中的 捏物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